我媽就這樣聽她講一講 然後我媽就突然間就很兇喊 因為她是我媽對面 我坐我媽這邊 然後這邊是我爸 我媽就這樣看著她說 很好啊 你們兩個決定好就好啦 不過我跟你講喔 你要是敢欺負她 我一定找人打死你 跟她這樣講 對 然後我媽講的打死妳的瞬間 眼睛就是全部泛紅 然後就是含淚 然後因為我第一次看我媽那樣 然後我媽那時候這樣講的時候 我在旁邊就 忍受不了就大哭 對 因為我就想說 就你看我媽講話真的有多難聽 但是她還是愛我的 她維持她的風格喔 對 她的風格 就她的風格 妳要是敢欺負她 我會找人打死妳 然後眼睛泛淚 然後我想說天啊 這麼霸電腦的劇情 我演霸電腦 我都沒有遇過這種劇情 那我真實人生中 真的遇到了 我不結婚 也不想生小孩 也不生 對 為什麼 因為我沒有想要生小孩 那如果沒有想要生小孩 為什麼需要一張白紫黑 束縛住兩個人的感情 那是沒有意義的 對 如果有一天 我真的必須要有婚姻 可能是因為我考慮到 我年紀大了 需要有人幫我簽署一些同意書 那個時候才會去考慮 弄這個東西 因為妳很年輕 妳沒有那種美好的誓言 覺得說我們有一天 這個浪漫的紅毯 白沙 我做的 沒有 去參加別人婚禮 妳永遠會眼眶泛紅 看著爸爸牽著女兒的手 然後步入紅毯那一端 然後爸爸很捨不得 把女兒的手交給對方 那時候會很捨不得 妳應該有來一幕這種 會很捨不得 可是我不會想要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我的價值觀 真的就像文婉姐講的 就是與生俱來 我的原生家庭 帶給我很大的影響 因為我爸爸年紀非常大 我爸爸是21年次的 我媽媽小 她16歲 我跟我媽媽差了整整三輪 然後我媽媽是非常辛苦 因為我爸爸年紀比較大 所以她很早就退休 然後她退休之前又被 就是去做生意失敗 然後家裡是負債的 所以我媽媽變得很辛苦 她變成一個女強人 她被迫必須要賺錢 回家還要顧孩子的功課 所以我就會覺得 我看我媽媽很不快樂 她生小孩 然後硬撐著這個家 她是希望說 可以給孩子一個很棒的教育 然後讓她長大以後 有出席什麼的 結果她女兒長大 也沒有到非常有出席 沒有到她想像中那樣 因為她一直希望 她女兒可以當老師 醫生 去當公務人員 我以為她希望 女兒趕快結婚 沒有 她有希望找到好人家 可是每個人 對好人家的定義不一樣 然後後來反正就是 我覺得我看她這樣很不快樂 我就覺得說 第一個我不想要複製 我跟我媽媽再一次 因為如果我現在生小孩 我差不多就是 我媽媽生我的概念 差三輪耶 你看那個世代交替 所以第三輪很難溝通 真的很難溝通 難溝通一輪就難溝通 所以真的沒差 其實我覺得跟年紀沒有 真的沒有關聯 主要我覺得 經濟也是一個很大的關係 經濟倒是還是 很多人都是可能 20 21歲生了她的女兒 我身邊有很多這樣 有 我那時候很想結婚 就是在我 我覺得我人生要結婚 她20歲還是很多代溝啊 23 24歲一定要結婚 25歲以前一定要把孩子生出來 過了那年紀我就覺得 那沒有關係 其實我一個人蠻好的 妳現在35歲以後生小孩結婚的 比例非常高耶 妳現在還很年輕耶 我知道我知道 我知道我身邊有一些朋友 是她差不多40歲 還在生小孩的 對 我覺得很可怕 你知道一個漂亮的女人 不是 妳要想一個漂亮漂亮的女人 然後她懷胎10個月之後 她把身上所有的養分 都給了她的孩子 然後人整個就呈現 一個半屍的狀態 就很可憐 半屍 妳現在已經打到好多人了 就是她的營養都給孩子了 譬如說她要開始吃微古力 她才40歲 她開始吃微古力 妳是做林心如嗎 不是不是 我不知道 因為我不認識她 我不認識她 但我身邊有真的是很好的朋友 然後家裡經濟許可 她要做兩次月子 做雙月子 還要請月少到家裡來住 妳沒有那麼有錢 妳怎麼請雙月子 妳搞不好 妳孩子差不多不用喝奶 她就要出去工作了 對啊 孩子的教育是一個問題 然後我覺得經濟是一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 我不想結婚生小孩子 因為我覺得 我很享受我現在的狀態 就是我可以給我自己 然後我很喜歡現在的生活的 就是 就是質感 我覺得是這樣很棒 我就是維持養好我自己 然後妳也 妳就養好妳就好 妳的是妳的 那我的是我的 就OK了這樣 OK 但不婚不生這件事情 還有得有另一半的 她有個表達她的權利嘛對不對 妳現在剛剛說妳有個男朋友 對 在一起多久 在一起一年多 嗯 那她的立場是 我有跟她講 她是還滿 現在 因為我覺得她也年紀還輕 因為她小我7歲 哇 她是 很年輕收藥 就享受當下就好 所以她就說 我覺得隨時可能會有意外發生 因為我前一個男朋友 我也有跟她講 我前一個男朋友跟我差不多大 然後她媽媽很希望 她趕快結婚生小孩 她媽媽有當著我的面 跟我說 你們都不年輕了 不要再玩了 趕快生一個啊 媽媽很想抱小孩這樣 我就說 我們可以去領養啊 她媽媽臉黑掉 當然 她媽臉整個黑掉 然後我就說 我說我真的不想結婚生小孩 我說 我覺得要當一個母親太偉大了 我覺得我是一個自私的人 哇 你這麼白這樣講 我直接這樣跟她講 對 因為我覺得 我自己去反思這件事情 是我為什麼不想要做這件事情 是因為我覺得 太愛我自己了 不是 我覺得啊 其實我要給她鼓鼓掌耶 其實這個年紀 其實很多人啊 我覺得沒有什麼對跟錯 可是妳知道妳要什麼 對 我覺得很多的女孩子是 不知道自己要什麼 可能呢 媽媽講一句 或者是說呢 未來的婆婆講一句 或旁邊的人講一句 妳整個就慌掉了 其實有很多時候 妳先問自己 我要什麼 最重要 所以她很早就已經 立定志向了 對 很早就立定志向了 像我這個就想到 我一個朋友 一個女朋友的例子啊 她大概四十二歲 她跟她的男朋友 其實曾經幾度分合 後來大概四十幾歲的時候 這個男朋友重新妳知道嗎 就是又遇見了 結果呢 他們也從來沒有結婚的打算啊 也沒有那個念頭 可是就在這個時候 命運桌弄人 她懷孕了 她懷孕的時候 對 然後她就有一天跟我講 文婉姐 我該怎麼辦 那我該結婚嗎 那我那時候老實講 我就跟她講 結不結婚好像不重要耶 然後呢 妳應該問妳自己 她說可是那個男的 會不會幫我一起 照顧這個孩子啊 會不會負責 這個我這樣講 也許有很多人會抨擊我 但是我要說 生孩子 妳會覺得是兩個人的事情 如果以我過來的人來講 我會告訴大家 先問妳自己有沒有辦法 妳不要去把 另外一個人的因素考慮進去 當妳會覺得說 就很夢幻啊 剛才講 牽著走紅毯啊 然後呢 眼睛向妳鼻子向我 哎呦真的是愛的姐 No 沒有 哪有這麼夢幻的 好真心喔 妳真的要去想說 妳先問自己 如果不要把旁邊 這個人的因素算進去 妳自己有沒有能力 第一個去生這個孩子 照顧這個孩子 因為這樣就單純了 妳如果連自己 妳都沒辦法掌握 妳如果去掌握旁邊這個人 照這樣想 應該更多人不婚不生 比例還會再跟下架 對 所以就是這樣 所以我想說 有個家庭彼此負擔 共同養育一個小孩 才有勇氣去生小孩 沒錯 可是妳知道嗎 然後慶怡 我很快的把這個結論告訴妳 就是說後來呢 她決定就是說 因為有孩子了 不能失生子 她結婚了 然後她也決定說 要把孩子生下來了 42歲她生了這個小孩 可是很快的一年之內 她離婚了 因為呢 因為她自己知道 因為這個男生根本從頭到... 不要再嚇她了 她從頭到... 因為她很清楚 這個男朋友久別重逢 那時候為什麼分開 也是因為她沒有責任感 她沒有固定的工作 久別重逢之後 她還是一樣的一個圖案在走 所以到最後一年之內 她們還是走不下去 現在自己獨立扶養小孩 這個人可能本來就不適合 對 我的意思是說 後來她還是獨立扶養這個小孩 可是她告訴我 她現在好苦 她說 孩子不能塞回去 所以她真的覺得好苦... 怎麼這麼難 所以其實就像大雅講的 很多的因素 你可能都要考慮 對 要這麼簡單 出方位很良 先來看大雅 先恭喜妳成為新婚人妻 謝謝 我記得妳之前我們節目上 妳有說過 妳是堅持不婚不生 對 什麼事情 她做了什麼改變了妳 應該是說 因為剛好我去年的時候 我們兩個就 本來其實我也這輩子 也沒想要買房子 對 然後剛好我們就是朋友 就說你去看一看 真的 你不買也沒關係 你就會沒錢 你要稍微瞭解一下 然後我們就被吹吹吹 就開始去看 然後看看看 就剛好看到一個物件 是在我的價位的標的裡面 然後住的地方 就是在我現在很熟悉的環境 然後後來談一談就好像 好像可以耶 好像可以 反正如果現在要付房租 那如果我們兩個 一起來分擔這個房貸的部分 好像是可以 就稍微投其稍微ㄍㄧㄧㄥ一點 但好像是可以沒有不行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 但是如果我們兩個 要一起來負擔這個房子 還是會有一個債務人呢 有一個債務人的名字 比如說房貸 房貸聯合保證人 對 要你還是我 對 然後我就想說 那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我們 反正現在生活 我覺得還ok 然後他其實一直很想結婚 我知道 我就說那不然 我們先結婚 然後我們就決定買房子 然後他也覺得說 可以啊 所以你想法是找一個人 來分擔房貸 也不完全這樣說 但我覺得這才是公平的事情 我覺得這才是公平 因為等於是夫妻共同的財產 對 對 然後因為我不是說 因為男女朋友也可以共同去持有嘛 也可以 可是還是會有一些問題 就是那個法 因為我上網查了很久 以後如果分開了的話 其實會有 還是會有些問題 所以還是夫妻會比較好 然後我也問他說 你有沒有想過 如果有一天你結婚了 但是你的另外一半 並不想生小孩 你會覺得ok嗎 或者是你對你家人的理解 你家人是可以的嗎 他怎麼說 他就說他覺得沒有差 因為他覺得 結婚是兩個人的事情 要不要生小孩 一定要看我負不負擔的起吧 如果負擔不起 那我生小孩 不是把我自己的生活給拖累 這一關也過了 對 然後我就想說好吧 那好像都ok 所以就決定結婚 重點是房子要簽了 然後為什麼我說我是豬隊友 因為我是一個記性很差的人 不是什麼日子我都記不住 我連我老公的生日電話號碼 我都記不住的那種人 就是他會徹底翻臉 然後什麼結婚 在一起的週年紀念 我也不會記得 然後他就說 我就突然有一天 我就想說520 這日子蠻好記的 我愛你嘛 就去年嘛 然後我就說 我就有一天 我就突然信志來 我說那不然我們就是 那個5月20號 去登記結婚好了 你指定的喔 對我指定 孰不知他在一個月前 就已經拉了一個群組 就是要在520跟我求婚 但我卻跟他說 我520要去登記 所以如果先登記後面求婚 那不是很尷尬 餐廳跟花都安排好 那天要怎麼瞧 對 然後他就很尷尬 趕快臨時跟他說 那改成13號 大家時間可以嗎 餐廳可不可以 他快被我嚇死了 我覺得蠻厲害 他危機應變能力處理很強 立刻耶 對啊 一突然要立刻改變計畫 算是蠻厲害的 感動落淚 對啊 所以當時真的驚訝到你了 因為我沒有想到 我沒有想到他會做這件事 因為他不是一個浪漫的人 他是一個蠻實際面的一個人 新手媳婦 戴雅 你是第一次 以媳婦身份回高雄 跟老公過年嘛 對 那你這個說不想生 那你的婆婆反應是什麼 其實他們從頭到尾 整個過年回去 一句話都沒有講 完全沒有問到 關於生不生小孩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之前 妳沒有聽到一些暗語暗號 沒有 因為我們之前 可能只是沒有明說而已 沒有沒有 完全沒有 而且連家族聚會 也沒有一個人來說 但我覺得有可能是因為 我之前就已經在媒體上 就講說我真的沒有想生小孩 所以他們可能也 對 就不太敢問 通常過年都說恭喜發財 早生櫃子啊 沒有沒有沒有 連早生櫃子都不敢講 都沒有講 都沒有講 然後因為之前我跟我老公 在交往的時候 就已經有跟他一起回過高雄 然後因為我有一隻狗 然後我的狗年紀滿大的 就是十四 現在十四歲 然後我老公他們家 是從來從小 他跟他妹妹 從來沒有養過寵物 連魚都沒有養過的那種 所以他們家是沒有 那種寵物觀念的 但因為我那隻狗年紀很大 我也不可能把牠丟在 台北的寵物旅館 而且過年時間還滿長的 我就把牠帶著 然後就之前就一起帶回去 然後我們是男女朋友的時候帶回去 我公公婆婆就也都對牠很好 那時候他爸爸媽媽也對牠很好 就一直問說那牠可以吃什麼 橘子可以吃嗎 芭樂可不可以吃 然後那什麼東西可不可以吃 就會一直問 然後今年回去的時候 我就稍微有點忐忑 因為我就也很怕他們問我這個問題 因為我覺得這問題其實也不應該只是問我 因為你們應該 你們當然你們不可能問我的子宮啦 但是你們也要尊重一下男生的意願 因為我覺得其實 反而是我老公比較害怕 我後來這樣子經過一整串 比如說包括買房子 結婚這些事情之後我就覺得說 好 有就有沒有就算了 因為我覺得也不是說我想生 我就一定生得出來 而且我吃了避孕藥 吃那麼多年 但重點是他自己有點怕 因為他覺得他現在生活很好啊 我們想去哪 我們就去哪 最多帶了一個狗女兒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找到友善餐廳 而且他不會哭 他不會突然就是在餐廳人很多的時候 大哭 然後大哭不休 然後對 他要看醫生 可是我們也已經有所有的規劃 都已經做好了 所以他反而比較害怕 生活突然要被改變 然後可能以後 我們再也不能很開心的跟朋友說 我們今天去小酌一下 對 沒有 如果生小孩 就是要嘛你去 要嘛我去 要不然兩個都不要去 對 對不對 就是這生活會變很不一樣 我覺得他比較害怕是這個部分 所以他其實比較抗拒 然後這次回去的時候就都沒有 然後我公公婆婆也是對狗很好 然後也是一直要拿東西要餵牠吃 然後反而是我在看牠們 對待狗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說 我會有一點感動 因為這個 我覺得這叫愛屋即屋 就是因為你很愛你的兒子 所以連你兒子的老婆你也愛了 甚至連牠養的狗 所以下次如果再牽一個孫子回去 更愛 對 我就會覺得說 如果我可以幫牠 你改變 你又改變了 我就覺得我那個底線 一直被默默地用一種 柔情攻勢往後退 你很容易就改變了好不好 可是我以前真的沒有這樣覺得過 其實你的老公真的是改變你很多 他做了哪些事情 讓你覺得婚姻生活 跟你以為來想得完全不一樣 因為我們剛開始交往的時候 其實就是家事也是分開 就是各自做 就是他會做什麼 然後我也會做 然後因為我前一陣子就拍戲 我是真的很忙 我是已經忙到連擦地 然後就是洗衣服曬衣服 這些很簡單 正常人家裡一定要做家事 我都我都會沒有時間去做 因為我連睡覺都快來不及 太累了 然後一直到我現在殺青了 我就漸漸在觀察說 會不會我現在比較閒了之後 你就會開始要把原本 我們一起要做的事情 就是再回來一起分配 這我也覺得合理 但我老公真的對我蠻好 他就是到現在喔 什麼事情都他做 尤其碰到水的家事 他知道我手不喜歡碰到水 只要手會碰到水的家事 他都自己去做 我唯一只要做一件家事 就是摺衣服 因為他非常不喜歡摺衣服 然後我很喜歡衣服 掉得很好 或是摺得很整齊 然後把它放在抽屜裡 或是收在櫃子裡面 我現在唯一只要做這件事情 然後其他事情他都不太會主動要求我 然後就是生活的很多事情 甚至是 他真的不是一個很浪漫的人 可是我覺得我還蠻吃 他某時候的一些點 像我是很喜歡吃湯圓的人 所以每年的元宵節 然後我都會 或是冬至 我一定要吃湯圓 而且以前我自己一個人住的時候 你買一盒湯圓十顆 你一個人怎麼可能吃得完 吃完胃就痛了 就只在掛急診了吧 我就會找朋友一起來 或是我就煮一煮 今天趕快工作 我就會把它分裝 然後帶給現場的大家一起吃 就是我很喜歡這種感覺 然後我跟他交往的時候 他就知道我很喜歡吃湯圓 然後好像是去年還今年的元宵節吧 你看我連這我也不記得 我就說 老公明天元宵節 然後我老公就說 所以呢 我說所以要試湯圓啊 他說是喔 然後隔天我工作回到家 湯圓已經煮好了 就是他其實早就弄好 他早就想好說今年湯圓要吃什麼口味 什麼什麼事情之類的 他早就想好了 然後後來我也發現 其實我覺得每一個人 人跟人之間的相處 就是真的是原生家庭會影響很多 像我們家是那種 愛不說出口的家庭 然後你做的好事應該 做不好就是要被罵 就是要被檢討的那種 所以我其實也是一直以來 所有的親密關係裡面 我都不是很會稱讚別人 對 我不是一個嘴巴甜的人 然後後來我發現 我老公也是一個 大概也是像這樣 因為他是學體育的 他們以前都是被教練打罵出來的 你就是你這麼努力練習 你打好成績是應該的啊 你剛剛給我落賽什麼意思 就一定會被抓去旁邊 就是打罰 因為他們那個年代嘛 然後後來我就發現 當我稱讚他 譬如說老公謝謝你 我今天有湯圓吃了 他其實會露出一種 他很像小孩 剛剛被老師稱讚的那種笑容 他會很開心 然後吃完之後 他就會默默地去洗碗 就不會放在那邊放很久 然後兩個人互看說 他是誰要去洗碗 他就會自己很開心 去做這些事情 然後我也發現說 其實就是嘴巴甜一點 兩個人關係會變得比較近 而且也會更願意去包容對方 譬如說很多地方的不足啊 個性上面的不足啊 所以我就覺得 其實我老公真的對我蠻好的 所以我覺得 好啦 我是豬隊友 很多時候我都是豬隊友 那我盡量讓自己就是變好一點這樣 好閃喔 其實因為你跟你老公的關係 也讓你跟你媽媽的關係 變得更圓滿了 對 這個是會互相影響的 但我從來沒有想過 這件事情會影響到 因為我跟我媽媽 就是關係很不好 大概從我出社會之後 我們關係就變得很不好 因為他就非常反對我 進入演藝圈 然後進入演藝圈開始熬夜 他就覺得說 你看 你選擇工作 身體又不健康 然後就會講很多 你看又被網友批評了吧 你是不是心情很不好 當初就叫你不要做這個工作 我們家一直以來教育都是這樣 然後後來我 用責備代替關心 對 後來有一天 那時候我們就已經決定要結婚了 然後求婚也都結束了 我就跟我老公講 我就說我覺得 雖然是結婚是兩個人的事情 但我覺得還是要 跟我爸爸媽媽說一下 而且畢竟你是要娶他們的女兒 我覺得他們不會不同意 對 他們不會不同意 本來你本來連說都不想說 因為我老公真的沒想那麼多 他就覺得說結婚兩個人的事情 他就覺得我應該去講一講就好了 他原本是這樣想 然後我就說沒有 我覺得我們約一天吃飯 然後剛好我爸爸生日快到了 我就說那就帶爸爸去吃飯 那你就順便跟他們講 然後因為他很緊張 他這輩子他說 他從來沒有這麼緊張過 他上場 第一次上場打比賽 手都沒有濕 他說他緊張到一直上廁所 很害怕 然後一直去廁所洗臉 然後要講的那個話就是 腦子裡一直講 好像準備要演講這樣 然後後來就跟我爸媽講 就是吃吃吃飯吃一吃 然後他就說爸媽 就是那時候還不是叫爸媽 他說周爸周媽 我們兩個有討論過了 就是我們今年很保守的講 我們今年的五月二十號 可能會去登記結婚這樣 然後我爸就是一個比較 嚇到吧 沒有神經的人 我爸就說 很好啊 然後我媽瞬間 就我媽其實大概有隱約到 今天好像是不是要公布一些什麼事情 我媽就這樣聽他講一講 然後我媽就突然間就很兇喊 因為他是我媽對面 我坐我媽這邊 然後這邊是我爸 我媽就這樣看著他 說 很好啊 你們兩個決定好就好啦 不過我跟你講喔 你要是敢欺負他 我一定找人打死你 我媽這樣講 對 然後我媽想打死你的瞬間 眼睛就是全部泛紅 然後就是含淚 然後因為我第一次看我媽那樣 然後我媽那時候這樣講的時候 我在旁邊就忍受不了 我就大哭 對 因為我就想說 就你看我媽講話真的有多難聽 但是她還是很愛我 她維持她的style喔 對 她就是這樣胸狠 就是她胸狠 你要是敢欺負他 我就想要打死你 然後眼睛泛淚 然後我想說天啊 這麼八電腦的劇情 我演八電腦 我都沒有遇過這種劇情 那我真實人生中 真的遇到了 對 盡情流露 對 然後也就從那個之後 從我們結婚之後 我跟我媽媽的關係 就變得比較好 然後我媽就一天到晚說 我那天去Costco 你們兩個不是沒有Costco卡 我沒有買那個牛肉 你老公不是很愛吃牛排嗎 反正他會煎給你吃嘛 你們有空 下班你就過來拿個幾塊 回去家煎給你吃啊 然後吃完之後我就跟媽說 媽 現在你很好吃 我媽還說怎麼樣 這次是好吃嗎 我跟你講下次再買 另外一個給你們吃 以前其實沒有 以前就是我會跟我媽點菜 說我要吃什麼吃什麼 叫爸爸去煮 然後什麼的 然後我媽還說你真的很囉嗦 你要累死你爸 現在沒有 現在就是我媽自己會主動的 對 對 因為你也稱讚他了 可能跟你以前反應也不一樣 以前可能關係比較緊張 對 以前關係很緊張 就隨便講一個什麼話 就感覺那個引爆線 就砰 就要爆炸這樣 現在就變得很好 我也覺得蠻好的 崔芬你怎麼看他們整個轉變 其實我覺得在愛的關係裡面 大家都變正常循環 對 對 其實剛剛大雅有問一個 這樣會有影響嗎 會 因為你在關係當中 愛的修復之後 當你跟 因為你跟你媽媽的關係 也是親密關係 你跟你的情人的關係 跟你另一半也是親密關係 所以當你們愛的流動 流動了之後 有一個其實點 一個小改變 會變成滾雪球 那個改變會越來越大 所以當我發現 你有沒有發現 你越來越柔軟 講話語氣態度 各方面越來越柔軟 那你變了 你媽媽連帶的也會改變 所以這就會變成一個 很正向的循環 那那個循環之後 我就會感覺 你就越來越柔軟 然後越來越想去表達愛 所以我覺得 它是被愛柔化了 宜佩妳是十四歲 開始打工賺錢 對 那我第一份打工 是我國中的時候 十四歲國二嗎 對 國中的 副社幼稚園 有一天我就看到 他門口就貼說 同校有沒有學生 願意去 副社幼稚園裡面工作 多少錢我說真的 我真的忘了 但因為我從小 我媽給我的零用錢 就譬如說 這個禮拜 吃飯 再加公車什麼什麼 總共譬如說 一百七十六塊 我媽不會給我一百八 或是兩百 沒有 她就是給我一百七十六塊 她是一塊錢都不多給我的 總共萬一不小心 這個跌倒 錢幣滑溜溜進去 我以前幹過這種事情 自己想辦法 自己想辦法 對 所以我沒有零用錢 然後我那時候會想要 去復社幼稚園打工 是因為 這樣我就可以自己賺 我自己要的零用錢 我就可以買我喜歡的 比如說書套 或是筆什麼的 然後那時候就去 復社幼稚園打工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部分是 這樣我就不用參加 晚自習跟早自習了 因為那個時間 我就要在幼稚園裡面工作這樣 然後其實工作內容 滿簡單 等於就是老師的小助手 比如早上去的時候 就先幫他們 把桌椅都搬下來 然後大概擦一下 然後中午時間去的時候 就為小朋友吃飯 哄他們睡覺幫他們蓋被子 然後擦桌子擦地板 然後下課的時候去 就是等他爸爸媽媽來接他之前 譬如說有誰尿褲子的 趕快帶去換尿布幹嘛的 但是那一份工作 讓我這一輩子 有一件很害怕的事情 就是我再也不喜歡 擦桌子跟洗抹布 因為小朋友吃飯就是 都掉得到處都是 或是有吃一吃吐的 所以你要一直擦 然後抹布就一直洗 你整個過程其實就是 一直在洗抹布 擦抹布 洗抹布 擦地板 然後一直在收拾這樣 這根本就小保母了 這就是小保母的一個概念 然後那是我的第一份工作 OK 然後後來 反正其實我國中畢業之後 其實也正常做了很多 服務業 比如說餐廳打工 然後我還有去網咖工作過 所以我知道怎麼清鍵盤 國中就開始 妳高中打了一個更累的 很累 燒肉店 而且我們那一間燒肉店 它是吃到飽的 是真的是用碳的那種燒肉店 所以你就會看到 外場所有的人都要拎著 就是一鍋炭 然後走出來 然後這邊沒有炭了 要加炭 然後那邊要換網子 然後因為我們其實是自助罷 那自助罷上面沒有東西的話 你就要趕快進去廚房補 然後廚房裡面又會端 熱騰騰的菜出來 所以只要有一上菜 我們就要全體就站在那邊 然後說一二三 巴斯底瓜上菜 然後就看到一群這樣 衝過去 然後它就開始狂加... 然後一開始就覺得 其實滿好玩 因為也有同學 在同一間店裡面工作 也有辦 那後來我就覺得 這份工作真的是 滿累的 很辛苦 因為很熱 尤其廚房裡面 非常非常的熱 然後我們又有一間 有點像是小包廂 就是老闆的 譬如說比較好的客人來 或是一個家族的小包廂 那其實正常來說 是不用幫客人烤肉 因為它就是自助式的 但是因為只有那間小包廂 就是會有配一個人 站在門口 看他們有需要什麼 然後我就幫他們收盤子 後來我就被老闆指定要 站在那個包廂外面 服務客人 然後所以我就是要 不停地烤肉 以至於我現在 只要有人跟我說 要去吃吃到飽的烤肉 或說我們中秋節來烤肉 我就會拒絕 我就說 那不然你烤 我吃 因為我很不喜歡烤肉 因為我只要一開始 烤肉的那個模式 我就會一直烤... 然後我就沒有再吃 我就會一直烤 我想把所有的肉都烤完 我才會覺得我下班 我工作結束了 這是一個職業病 職業病滿多的 對 所以我後來就 不愛烤肉 吃OK 但是如果要去吃烤肉的話 就喜歡去吃 有人替你服務的那一種 妳那時候還看到 一個恐怖畫面 那個真的是印象很深刻 就是有一陣子 台灣不是地震很大嗎 然後那一次是 101都還沒有蓋好 然後我們午休的時候 就所有的人都在 餐廳裡面睡覺這樣 睡睡突然就是晃很大力 然後因為我們鐵門 沒有拉下來 就只有那個自動門 是關起來的 就突然晃很大力 然後大家說 趁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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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趁 然後就全部人家 然後衝出那個餐廳外面 然後我就看到 遠遠的有個東西 就...就掉下來 我想說 那不是正在蓋的101嗎 因為那一次101 就是上面有一個 吊車工人 鷹架 331大地震 對 剛好跟著那個1掉下來 有那個新聞 對 然後我就是直接 因為我們餐廳 妳目睹了那個畫面 看得到 對 我就直接目睹了那個畫面 好可怕 然後我爸爸就立刻打電話來 說妳在哪裡 我說我在市政府 他說妳在市政府 妳有沒有怎麼樣 101剛剛好像怎樣... 我說沒有... 我有看到 它好像是一個鋼架 整個掉下來 對 懸臂 掉臂 工作用的掉臂掉下來 對 好可怕 真的好可怕喔 那時候真的是嚇壞了 對 但也算是很 很特殊的一個工作經歷 我現在就知道 妳年紀跟我差很多 因為331大地震的時候 我剛好負責兩家醫院都出事 一家是北醫 因為妳的那個現場 它就是送北醫 然後另外一個事情 是成德路有一個房子塌掉 那那個房子塌掉之後 押的人送往馬街 也是我的轄區醫院 我當時負責的時候 我就判斷 照道理 我覺得房子塌掉 應該會比較嚴重 所以我就衝往馬街的 那個急診室這邊等 結果沒有想到那全家人 都安然無恙救出來 是北醫那邊比較嚴重 北醫那個就 對 OK 妳後來改去賣衣服 應該好一點 不用洗抹布了 不用那個那麼熱 我也是這樣想 就是賣衣服 就是穿得漂漂亮亮這樣 但因為我那時候 是在西門町的那個電影街 西門町電影街 後面有很多小間的店 那其實那些小間的店 那個時候是很流行 日貨 日雜日貨這樣 然後所以老闆娘就 教會了我們一個 很奇怪的習慣 譬如說今天 蘇星姐進來看一看 走一走 摸一摸 逛一逛 就出去了 你都沒有消費 你知道這時候 我們就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趕快去櫃台下面拿鹽巴 客人一走出去 你就尾隨他出去 就這樣撒鹽巴 這幹嘛 這是一個 晦氣是不是 就是驅惡運 因為如果你沒有這樣做 你沒有買就是惡靈是不是 因為如果你沒有這樣做 可能你今天一整天 你的櫃都不會開市 或者是可能會到 已經即將要打烊 才會有一個客人進來買了 譬如說兩百塊的東西 那你今天開了一整天店 然後會請了兩個店員 然後開冷氣 開燈 這些 所以小姐說送我們到門口 不是送我們 是要 是要破眼的 好 我不知道 但我們那個店是這樣 我那個時候在那間店 做了一段時間之後 有一天老闆就突然問我說 你要不要去東區的店 因為我住在南港 然後他就問我說 我要不要去東區店 我說好啊 因為從南港到西門 你有點遠 而且從捷運站 再走到電影街也滿遠的 我想說東區離我家近還不錯 他說可是我們在那邊 就只有賣鞋子 我想說鞋子也OK 反正也是穿得漂漂亮亮 至少我不用再進廚房 什麼的 結果東區那間店 那是憲哥那時候 弄的那個惡魔島 然後他後來惡魔島餐廳沒有了 所以他底下就變成一個商場 我就其中一間店 而且我是走樓梯下來 右轉的第一間店 然後就在那邊賣鞋子 突然間我覺得 我本來以為我被派到那邊 是因為我很重要 對 妳表現好 我太重要 超可怕 老闆娘時不時就會坐在 吧檯後面這樣看我賣 比如說我今天就 這個鞋子怎麼了 客人走掉之後 老闆娘就說來 你剛剛那個鞋子 你為什麼 你怎麼介紹的 我在後面聽得很清楚 你沒有把我們鞋子 優點講出來 然後就 等於是老闆直接坐在你的後面 看你怎麼賣 如果你沒有賣出去 他就直接檢討你 然後他也可以 他也有時候就不會來 他不會來呢 他就看那個監視器 所以只要沒有客人 有時候你就想說很累 想要坐下來休息一下 喝個水 店裡的電話就響了 現在沒有人 不趁現在打掃 你還喝水休息啊 我是請你來喝水休息的嗎 就趕快 所以你看我們那時候都 不敢 不敢就是偷懶 因為連隔壁間 比如說這一間 賣衣服店的老闆 也認識我老闆 所以剛好 這間店的老闆去 他看到 隔壁店的小姐在偷懶 他就打給我老闆 然後我老闆也會幫忙看 那間店那個 怎麼去上廁所去這麼久 都沒有回來 還要我們幫他顧 然後就會他們都會互通 共享監督 所以其實你知道 那個小商場 對 很可怕 就是壓力都超大的 OK 好 妳後來又換了一個工作 真的很愛打工 這個工作很特別 妳要瘋狂被迫看A片 也不是被 這什麼工作 好特別 因為我那時候就是高中畢業 然後我去做了一個工作 叫Casting 專門做廣告的 我是廣告助理 我老闆就是廣告選角 然後那時候最印象 最深刻的一支片 是要做一個提神飲料 那時候那支提神飲料 客戶他就要求說 他希望可以邀請到 日本的AV女星來台灣 然後反正就想說 AV女星 一般女生到底誰會知道 AV女星 你知道要不停地打電話 給所有的男生朋友 去做填調 所有的男生朋友的填調 完之後 想辦法去聯絡到 AV公司 我又不會講日文 所以那時候就是又輾轉 這樣拜託來拜託去 好不容易認識到 那時候就是一個彩虹頻道 以前在彩虹頻道 工作的一個大姐 她後來轉去日本 做就是AV仲介 又問她 後來就一直找 然後就要一直看 因為你要看說 這個不行 那只有身材好 沒有臉不行 因為客戶不會買單 而且又有點知名度的 所以那時候就看了很多 類似像這樣子的片 OK 所以後來有找到 有找到 好 她的打工人生 真的很多 太多 其實還滿累的 蘇晴你怎麼看 我必須說 其實你的打工 真的相對都比較累一點點 所以大家真的 在找打工的時候 真的要多打聽 有些她是 那個店是特別忙的店 是沒有人要去的 那即使是 同樣都是餐廳 不同型態的餐廳 它的忙程度也不一樣 像以前他們說 你去五星級飯店打工 宴會廳就很累 因為宴會廳的盤子 都超重超大 對 然後你端到 你的手會廢掉 所以其實 即便是同一個 款式的工作 它都可能因為 執行的細節不一樣 會有不同的差異 所以是多問 那你要注意 有一些工作 如果它不停地開直缺 那個直缺什麼 每個月它都會出現 甚至每週都會出現 你要注意 這個直缺可能 沒有一個人可以待很久 這種就要小心了 因為它可能是相對 一般人他 對 就是抓交替的工作 就是不要太長去了 OK 好 其實我覺得打工 都是很棒的體驗 你不是賺錢 就賺錢 我覺得它是賺到 非常多豐富的錢 因為形形勝色 而且我從打工 從小的到老的 男的女人都有 對 到現在 我還是有同事 到現在都還有聯絡的 OK 單身行不行 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 請記得搜尋 東風衛視 而且掃描我們下面的QR Code 同時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了 還有還有我們有很多 獨家的好康網路影片 只在這個頻道獨家播放喔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 接受歡迎的命理大師 現在都在 命運好好玩 開運服務 包含 神準算命 開運商品 開運密法 請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